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山东省海洋伏际修鱼工作部署有关情况 今年我省海洋伏际修鱼工作将从5月1号正式开始 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 除作业类型为单一吊具外的其他所有捕捞渔船 修鱼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号12时 小型张网渔船修鱼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20号12时 加强区域联动 入海联动 县内县外联动 进一步完善海上联合执法和执法船编队巡航制度 实现重点海域巡航全覆盖 重要时段监管无死角 助劳海上管控防线 山东目前拥有各类海洋渔船近3.4万艘 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渔民有100多万人 今年山东深入推进依法制海 依法兴渔 近海渔业资源恢复态势明显 今年休雨期间 山东将组织开展大规模增值放流活动 实施专项捕捞等多项汇渔汇民政策 位于当行人选年的图标材